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人家伦资讯 劳模人家伦重返横店 再占古偶 粉丝为新剧家偶天成拉满排面 人家伦再次重回横店 继续在他熟悉的古偶赛道上驰骋 这位劳模几眼缘 依旧稳坐仙侠剧男主角宝座 且新剧家偶天成正式开机 每一次他的回归 粉丝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支持 这次依旧不例外 粉丝为大男主撑起牌面 人家伦感恩回馈礼物 开机当天 粉丝们大清早就聚集在横店 早早准备好各种应援物资 不论是横幅 花墙还是其他应援礼物 场面浩大 牌面十足 家人们为了他们的偶像 不惜跋山涉水 只为第一时间见到人家伦 而人家伦也不负众望 亲自为道场粉丝准备了心意满满的礼物 回应着粉丝们的热情和支持 新剧《家伦天城》将成人家伦与欢瑞的告别之作 此次 人家伦的新剧《家伦天城》是由欢瑞世界出品的仙侠剧 故事围绕仙门弟子心梅与战鬼族人陆迁桥展开 二人在经历了六戒后 历尽艰险 终于粉碎了反派的阴谋 并解开了气灵的秘密 最终还三戒太平 这部剧或许是人家伦在欢瑞的最后一部作品 也有粉丝猜测 这将是他与欢瑞彻底划清界线的标志性作品 以人家伦如今的古偶王者地位 期待值可谓爆棚 导演郭虎再次与人家伦合作 力求在线爆款 导演郭虎早已成为观众心中的古偶王牌 曾指导周生如故陈香如谢莲花楼等口碑 与收视双丰收的作品 与人家伦的再次合作 无疑给家偶天成增添了不少期待值 郭虎从导演林玉芬门下走出 近年来已独立指导多部爆款剧作 凭借其对情感和剧情的独特掌控 他与人家伦的再次携手 或许又是一部现象级作品的诞生 女主王贺润备受质疑 能否扭转观众口碑 此次女主角由王贺润担任 他与郭虎此前合作过莲花楼 其饰演的女魔头绝姐一角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 很多网友对他在《驾偶天成》中的 女主形象表示不满 认为他的气质和角色设定并不匹配 剧中的女主是个天真可爱的甜妹 而王贺润的成熟欲解风似乎与这个形象差距较大 特别是他将出演16岁的少女 这让不少网友直呼不合适 此外 王贺润因参加综艺十天之后回到现实 而陷入孤立李雪芹的争议 导致路人员下滑严重 尽管他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解释称 当时的行为是因为精神紧张 并无恶意 但节目效果已然引发了误解 如今与人家伦合作 让他再度成为讨论的焦点 不少网友吐槽他不适合这个角色 甚至开始质疑他的人品 粉丝过早定论不妥 角色表现带正片渐分小 尽管部分网友质疑女主的选角 但作为观众 不妨给王贺润一次机会 毕竟 演员为角色做出改变并不稀奇 比如 当初流水迢迢选定李兰迪为女主时 许多人也认为他与角色不符 但最终他的自然演技和人家伦的搭档效果征服了不少观众 而人家伦选剧本的眼光 一向很少失手 合作的女演员也基本没有翻车 或许王贺润就是家偶天成的天选女主 正如俗话所说 作品的好坏最终要靠实际播出后的表现来评判 期待家偶天成在先古偶热潮 作为古装剧的黄金搭档 人家伦和郭虎的合作已经足够让人期待 至于女主王贺润能否突破网友的质疑 还是要等到正片播出后见分晓 在当前影视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家偶天成能否在先古偶热潮 让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观众在聚集微播前 不要过早定论 一切最终还是要看作品说话 通过这篇推文 不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剧组情况 还引发了网友对女主的讨论 刺激了用户的好奇心 期待后续家偶天成的播出 带来更多话题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人家伦的新闻资讯